国内的商业型引房养老首例出炉 何库营就表示是位94岁的老先生 老阿公又名下在台北市大安区的房子上 何库申办了10年期的以房养老贷款 每月多了9万元的养老金 何库营就表示 45年级生最能接受以房养老的观念 但通常老人家守旧不喜欢贷款 因此出现94岁的阿公呢 贷款是相当特殊 大台北地区才事办了一个多礼拜 就有三件完成核弹 各地许温度也超高 预期最快下周将开放 全面来开办